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沒有了 殺我 因為他不可愛 他人很... 你不要看著我 他的身體姿態表露在一起 他根本就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所以他才會當我像公仔一樣 是要... 他就是... 殺我 AccordDν Dν 你不是說同居計劃是這樣嗎 我在百萬同居計劃裏面的角色叫做燈仔 全名叫吳照明 這個角色呢 Physically 上應該是高大 威猛 都是真的 真的比較健壯 所以我也為了這個角色而特地操作健壯 因為他是一個 搬運工人、維修汽車師傅、駕駛駛 一些勞動力的工作,他會做多一點的 所以我也要健碩一點 聽見你有一些性感的演出 因為那個角色裡面是一個 大家覺得偏向英俊 但他自己不覺得 所以就很適合做一個model 所以戲劇發展裡面 阿燈仔會嘗試做model 被迫 他的性格是一個比較隨性一點 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人生計劃 沒什麼目標的一個人 我本身自己是沒有車牌的 也沒開過車的 所以所有的鏡頭都是假裝開車 都很尷尬的 當場要特地學怎樣 因為我其實認識車士 或者上到車 原來第一下是先濫用安全帶 還是先開車 我都不太認識的 所以就要靠在場工作的人員提供我 我開車真的很適合 人生 就是因為 我本身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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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fantasy炸車的人 我沒有什麼炸車的嗜好 我沒有夢想 跟他本身的性格很不同 我幻想在SLO 經常會有七人房車接送 但是現在他在電影裡就要開車了 所以觀眾可以看到他另一面 燈仔 燈仔是一個沒什麼計劃的人 所以跟我自己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很喜歡計劃 很喜歡計劃 下面的計劃 我不喜歡沒有目標之下去做任何事情 或者每一天我都一定會計劃 今天要做些什麼 所以一個沒有計劃之下的人生 對我來說是很…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Sovie其實就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她是 經常都很害羞的 她是很溫柔的 接著 花式形容她為 對著老生的通 就是很斯文 很有禮物 她的髮型很奇怪 她的造型有點像一些卡通人物 叫起了兩邊的角 那這個造型也是故意去為這套 荒膽 一套劇故意為她而設的 我自己Sovie的角色 我覺得有一點好似的 因為Sovie也是一個 很多表情啊 整會做怪啊 你奸搞啊 所以你只有一個奸搞的 我不奸的 我很純情的 Sovie又奸 Sovie也不奸的 你不用劇透 你知道嗎 對啊 心底裡 她是一個很浩動的 滑滑 檢查了一個Teaser 然後我有一幕 我避開的小強 但是我又穿著襪子 我在家裡滑低 那是真實滑低的 不是戲來的 絕對不是戲 因為有很多朋友問我 喂阿姐 你做得不錯啊 跌得 但因為真的滑低 還摸下的是我們全世界外 對 真的很痛 然後我又覺得 繼續拍還是不拍 還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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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很痛 因為她真的一跌倒 瘀了 我的膝頭的偉藝 吃而起身 很辛苦 我們兩個吧 好 好 今次就有一個 我和Jeffrey的一個 一個浴室 一個浴室場面是致敬大叔的愛的 Jeffrey approach我 跟Edan很著名的場口 對 但是那一場就都幾 幾荒誕的 是沒有想過 阿希會無緣無故衝進來 跟自己說這些 因為 燈仔和阿希 一向都沒有一個感情上的發展 沒有一個build up 所以對燈仔來說 是呆了 呆了 現在很惡意 燈仔和阿包 是有一條感情線的 但是那個尺度去到哪 當然大家追看下去才知道 和Asha 有一個很近距離的對望 很尷尬 因為那個場合 就好像大家第一次 find out 究竟大家是不是對大家有感覺 那就拍了很多劇 很多劇究竟要多近 大家試的時候 真的要試那個真實距離 所以我們大家是 每次off camera 就立刻要 吃薄荷糖 因為 我不想讓大家 聞到大家的 口氣味道 雖然沒有 但是儘量大家 舒服一點 所以不停吃喉糖 所有婆婆會做的 都有做 拖手 即是出街的那些 大家不要誤會 Edan本身是一個兄弟的感覺 所以 我想跟Edan沒有人會自然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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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跟Edan 即是 很臭兄弟 朋友的感覺 即是 跟Asha 就是 本身 冤家 露宅 然後突然間 變成一個 合拖對象 這樣 跟Asha很尷尬 對 真的很艱大 我覺得 其實不只是看我和Asha 這條感情線 是整部劇 大家都不用太認真 即是 可以輕鬆 放完工 回家 釋放一些壓力 對 這樣大家就會 一定沒有問題 還有 戲 我覺得做戲 就算有感情線 都是戲 即是 不要這麼認真 咦 我也有一條感情線 跟這個 戲裡面的 一樣死脈 有一個感情線 大家到時看劇 就知道 他跟那個死脈 死脈 摺蜜 摺蜜的場合 對 很多 很多 跟死脈那麼親密 都沒有什麼 我平時都可以拿一下 摺蜜 摺蜜 這樣也可以 對吧 沒問題 摺蜜一面 但又要可愛 摺蜜一面 但又要可愛 摺蜜一面 但又要可愛 我想是他 他會摺別人 即是他摺是 說什麼 假裝什麼 假裝什麼 即是他會 即是他很想吃東西 但大家不讓他吃 他就好像一個小孩 就是這樣 即是他 他會 還會哭 還會哭 他會為了 沒得吃雞翼而哭 因為他真的很小孩 即是一去到野食那些部分 他就很小孩 大家覺得出宿時 不應該吃那麼多 不應該吃的東西 但他很想吃 那一刻他就會扭動 大家不讓他吃 他就會哭 但很可愛 因為他不可愛 他人很... 你不要看著我 他很可愛 Anson Lo 他每天都會 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超可愛 他的身體姿態 表露一齊 他根本就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愛 所以他才會當我好像公仔 是嗎? 是呀 是呀 當然選Anson Lo 哇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有潔癖 然後去他家 就算他被賣出 可以確保你不會有一個 惡劣的環境底下 因為他對於他的居住環境 很有要求 所以都一定住得好 而且他是一個不會 早睡醒的人 確保不用在這間屋裡 每天都五點起床 是的 又沒有太多遊戲規矩 只要輕鬆 輕鬆 就可以了 Anson Lo就是一個這樣的 所以如果我給你一百萬 你進來住 你一定有一個很乾淨的環境 好舒服 然後一定 我對吃東西也有要求 是的 那...還有... 就是... 又有漂亮的衣服 很乾淨 又有浸浴 可以浸浸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我想是... 我想是Edan 他對於所有事都沒有什麼要求 不是說他不乾淨 但是... 最好不要 要照顧 要幫他收拾東西 是的 因為... 都亂了很多 又要幫他通渠 是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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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